你知道有种极其爱国的鱼吗 那就是中华鱼 为中华命名必然和祖国有关 有人说曾经有外国人 想把中华鱼带回自己国家养殖 可是当中华鱼长大以后 它就会不远万里游回自己的家乡 哇 我好感动啊 我想游回水族馆 那你快回去看看吧 说不定你可以找个老伴呢 不出所料 中华鱼是一种古老的生物 中央也是可以和恐龙在一起打扑克 拖麻将的存在 对啊 对啊 要不起 四个二带俩王 你 中华鱼是长江中最大的鱼啊 有长江鱼王之称 中华鱼是底气鱼类 比较潮实 它生长于长江 长大后在海里生活 是典型的回游鱼类 我就说嘛 我还会回来的 瞧瞧告诉你啊 生亡啊 我只在这 中华鱼生命周期较长 最长寿命可达四十例 是中国越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有水中大熊猫之称 这样珍贵的鱼类 我们可要倍加珍惜 哎哟 吃货就爱 让你个菜 拜拜 拜拜